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电台出品 陈某人播讲 宝家仙 关于黄大仙的传说 自古以来呢 就是广为流传的 黄大仙至今呢 仍然是北方出马五大家族之仙之一 也是宝家仙里边最常见的一种 关于祭品 各地的传统略有不同 有的地方供的那个烧香祭拜完之后呢 可以吃 有的地方呢 那供品可能要供上好几天才可以使用 这个风俗有所不同 但是归根结底 还是要仙家仙使用完了 我们凡人呢 还可以使用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个关于供品的事 这件事情发生在十六年前的东北 当时人叫做楚秦 楚秦在十岁的时候 全家都搬到了城里边住 那会儿呢 日子过得呢 还算可以 虽然搬到了城里 但是房子还没卖 所以呢 只能租房子住 楚秦从小就是奶奶照顾大的 所以他跟奶奶特别的亲 这楚秦呢 还有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哥哥 就这样 一家五口人在一起生活着 也是非常幸福的 但是就在楚秦十二岁的那年 哥哥惹祸了 而且就是因为哥哥惹的祸 差点害了妈妈 那会儿 每到过年的时候 楚秦的母亲 就会在年三十的晚上 摆上供品 开始供奉着保家仙 祈求着保家仙 能够保佑一家老小 平安 健康 但是根据当地的风俗 这供品 一般都要放在 供奉完了三天之后 才可以食用 而且呢 有说法是 吃了这种供品 会身体更加健康 可是淘气的哥哥 可不这么想 在大年初二的时候 哥哥就跟楚秦 表达了想要吃供品的想法 楚秦告诉了哥哥 说妈妈跟奶奶都说了 不到三天不能吃 必须等到三天之后 才可以吃呢 当时哥哥呢 也答应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 就在大家 在这隔壁屋里边 吃晚饭的时候 哥哥偷偷地 把那供品给吃了 楚秦知道 其实哥哥呢 就是想知道 吃了之后 会不会真的出事 而事实证明 吃了之后 的确有事 过年那会儿 因为比较热闹 所以家家户户呢 一般都是睡得比较晚 可是那天晚上 八点多钟 妈妈就嚷嚷着说 困了 要睡觉 然后妈妈就躺下睡着了 可是还没过几分钟呢 妈妈就醒了过来 直到醒过来之后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的 嘴里边还一边巴掌着说 什么今天晚上的鸡肉真香 就是有点咸了 然后又开始又哭又笑的 这哥哥一看这个情况 当时就害怕了 这么多年 谁也没见过妈妈这样啊 随即兄妹俩就喊来了奶奶 奶奶一看就知道 兄妹俩是不是偷吃了供品了 哥哥一说不 奶奶就知道了 随后呢 哥哥自己也就承认了 奶奶赶忙的 拉起了兄妹两个人 去拜着保家线 奶奶说 烧香 让兄妹两个一边磕头 一边给保家线道歉 祈求着保家线 能够原谅哥哥的这个错误 烧完了香 道完了歉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吧 妈妈就醒了过来了 这醒过来之后啊 他妈妈就觉得浑身的酸疼 而且对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点都不知道 奶奶跟妈妈说了 刚才的事呢 这哥哥就躲到了被窝里边 吓得好几天呢 都躲着妈妈 从那以后 这哥哥就再也没敢动过 保家线的东西 其实呢 保家线 有的时候也是小气的 过年的时候 谁家不吃顿饺子呢 这刚供给保家线的一只鸡 就被哥哥给偷吃了 保家线 也会生气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